另外台东南宇居民 依赖海空运输交通往返 而进入了东北季风季节 交通航班经常停航 等天气好转 可以出航的时候 又常碰上船只机械故障的问题 让在地的民众质疑 没有开航期间 应该要进行保养船只的最好时机 但之前却有船只开到一半 因为机械的问题而返航 认为没有顾及到居民的安全 和交通的权益 上周六号开往蓝宇的船班 开到外海十分钟左右 却发生机械故障 而返回台东富岗维修 也没有临时备用的船可以载运 乘客只能无奈下船并退票 民众表示应该要加强 船只的保养维修 对乘客的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我觉得他们自己 应该内部要检讨说 因为我们驻蓝宇 然后船班又少 是不是他们的保养 在他们的身材机械上 是不是也要再加强 如果真的在海上飘的话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这个应该都很危险 因为他们自己要保养船 自己也要那个 就是看好到底这个船可以开 还是不行开 因为本身它就有一点问题 就你应该就不应该要开 大家在半路发生什么事情呢 大家有的带小孩子都没办法游泳的 每年东北季风台东外岛交通航班 时常受到影响 居民也只能被迫滞留 上周好不容易有船 开往蓝宇船班可以往返 却因为机械故障 台东教官处表示 以联系航港局 加强船只的检验 天后不加 没有办法航行 这个次数很频繁 但如果说天后好 结果是因为这个船的故障因素 造成让乡亲不方便的话 我想我们尽量来避免这样的情形 我们也有来要求航港局 尽量可以在这个船的监理 跟集合跟检验上面 能够大力来协助我们 东部航务中心表示 船只除了每年的一次定检之外 另外在廉价前跟每个月 还有一次的抽检 针对这次事件 未来会再加强 针对船只的抽查检验 保障来与居民的交通权益 就讲解台东市报道